新加坡啊在新加坡为什么公务人员勇于认识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如果达成一定的绩效的话呢他是给予奖金但是本席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还没有表示意见的原因我是希望啊署长你能够说明一下我们如果定一个发放奖金的一个标准啊只是讲说有这笔钱然后呢就去发放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才有委员有其他的顾虑存在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定的一个标准啊 这个标准是他是一个高标准也就是说鼓励我们公务人员勇于认识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本席倒是予以肯定了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署长说明一下因为在昨天啊本席质询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啊就是我们贪毒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判决确定的是13亿多嘛对不对我们实际上面执行到的是只有2亿多所以其实现在真的可以去执行的 是有差额差了11亿多11亿多昨天部长呢是提到说哎这些人因为他们都已经脱产完了所以根本执行不到如果今天署长啊你定的标准是说好我们现在有11亿 有11亿的呆帐我们应该去执行的如果这11亿里面我能够追到多少那么我给什么样的一个奖金那本席就觉得说哎这个是有必要的那署长不知道您的意见 谢谢委员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定一个一个标准而且近年我们逐步的提高提高这个标准那提高其实达到一定的绩效这个基本责任的其实每一个地方都不同啦像这几年屏东老是碰到天灾所以屏东我们很主动的说灾区的灾民我们就暂缓执行三个月不到现场执行不拍卖所以这些会让我们屏东要收取很困难所以我们屏东定的基本责任大概只有280万 但是像台北像士林近这几年桃园跟新竹因为房地产好有很多我们原来查封卖不出去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卖出去所以这几个地方我们定的标准大概将近六百万所以有一定的困难度但是我们除了这个基本责任的以外我们还要有清理机案要有终结案件的线束还有为民服务的绩效然后你不能有任何遭受受到惩戒这些消极的条件只要有任何一个消极条件他就没有自领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他本来那些消极条件就像刚才其实赵伟提到其实本席也认同了有些东西是你公务人员本来就不应该要有的你不能够把说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有了今天他没有给他鼓励这就会牵涉到刚才赵伟有提到的其实这一点其实本席还蛮认同的 另外就是跟委报告 署长等一下我要我很好奇的就是我可以理解在地域性它会有不同这个本席理解标准不一定是要齐头式的 这也是本席一直在讲的但是呢我们先谈单纯单纯的就基案上面来讲十一亿十一亿今天不管怎么样子在砍立委的钱砍了半天呢三年也只砍了三亿多 现在我们有十一亿在手上十一亿按照署长您的标准能够追回来多少我们可以发放这个奖金 跟委员报告这十一亿当然是属于刑事执行的不是我们的业务但是我们接受的是其他所有行政机关的他的案件类型有非常多但是有一部分的类型比如说像交通罚款这类比较小的案件 对不起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你说刚才我讲那个十一亿的 那个是行事执行的所以那个不是我们的业务但是我们的业务包括财税包括健保费包括劳保费包括违章罚款 这四大区块那违章罚款这个因为金额比较小而且大概都有车子可以追踪 那类似遗产税那个也都是因为有遗产在可以追踪 其他有很多营业税其实是虚实很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回到重点好了 因为比较大笔的钱像那个税款逃税的税款的这个现在我们的基欠的total的总额是多少 我们目前到就会所有的还在我们之所里受理的代资性和正代资性的金额大概2700亿 2700多亿 2700多亿署长 2700多亿今天我们要发放奖金我们的标准设在多少拿回来 其实这2700亿有一大部分都已经超过室内以上 事实上比如说营业税是占很大 好没关系署长我理解那我们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法定的我们该追的那个部分是多少钱 我们其实所有的移送的金额都是人该追的 署长我刚才才让你我刚本来讲说几千亿的我说OK 你现在说因为他因为他时间经过我说OK还是按照你的 然后等到我按照你的你又跳回去说 诶这个我们说的那你你不是找我麻烦吗 不是组长我需要知道一个percentage percentage因为我在试图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你不回答我就很很困难好不好 那你的这个奖金发放的标准是你奖金发放标准是同人追到多少钱之后呢 有一个每一个人的基本责就是署长署长加总好不好 因为我们比较好判断就是加总因为我刚本席已经提到了 这个概念去鼓励的方式其实本席是同意的 重点是在你设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如果是本来就可以达到 就会回归到刚才赵伟提到这本来就是公务员该做的嘛 本席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要订定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是刚好落在公务员该执行的跟可能如果他执行的更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要给公务员要给他奖励嘛 那这个标准如果你把它设在一个低标 就会有刚才赵伟想的情形 如果你设在太高我觉得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奖励形同虚设 所以你要设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可以达到 但是也不那么容易达到 但是如果你达到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应该给这些公务员奖励 那我要了解的是说这个标准在哪里 呃像台北市每一个人一个月要580万 但是整署整署我们今年订的 你这样讲我没有办法帮你啦 你这样子讲我没有idea 就是说离你距离要收的有多远 我们现在谈的是几千亿对不对 你现在告诉我每一个人是几百万 那你难道是要我在下面的时候帮你算台北一个人多少万 然后呢乘上你台北多少人 然后再加上屏东一个人多少万 然后乘上屏东多少 然后我帮你全部都加总完之后再给你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今年定的我们整署的基本责任额是一百四十五亿 一百四十五亿 那超过一百四十五亿以上的才给 超过一个才按照百分之一计算 那一百四十五亿是本来就可以达到的还是不能 其实都很不容易老实说真的都很不容易 那哪个数额是可以正常的情况之下可以达到的 我可以确信我们至少这几年的经济状况跟现在的案件的进行 去年是多少 去年我们总共收了就是总共收了四百七十五亿 去年收了四百七十五亿 今年你要达成一百四十五亿 不是目前我们已经收到四百一十一亿 目前我们已经收到四百一十一亿 去年应该是一百五十亿上下 去年一百五十亿上下 周伟您是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就不用在这边谈 三少一点 不要三到 那这样我们就跟比赵早上的就是说 就是冻结他的业务费十分之一 冻结不要三了 那就是请你们提出一个就是说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 是 因为其实交最诟病的就是你们的行政人员的这个部分 现在就是你们行政执行署的部分 全部冻结十分之一知道吗 然后来报告 十分之一 还有后面呢 对对对好不好 总格是哪一个总格 不三啦冻结啦 这样OK啦 主席这样OK啦 是冻结 冻结 对啊 这样子 就是 六十一 这是一个一千九百多万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现在是四个一起经历 现在是四个一起经历 我自己都有提 这些事情 那是四个一起经历 就是四个一起经历 那是四个一起经历 是五个一起经历 他说的那些西部 那就是五个一起经历 那就是那题 分别的 那就是五个一起的 等於就是把那個主席啊 我建議是不是就是抓一個總數 他的那個業務費 我們來給他凍結 一個比例 比如說四分之一還是十分之一 主要是讓他們來報告 主要重點是他們來報告 所以這個凍結的多跟少 比例其實用一個總數去抓 你不要抓那個太細的東西 因為你現在四個案子的那個 那就並成一個就是 的預算數都 那個分母都不一樣啊 我建議你就把它並 我建議就把它並成一個案子 找他的科目的總數凍結 然後主要是我們要他的那個 我們主要是要他的那個績效 所以所以要每一個每一個洞 就六十一頁的是 洞兩千三百四十二萬的十分之一 然後這是洞九七百六十二萬的十分之一 是這樣嗎 應該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他有的編載人事費 有的編載業務費 他有的編載人事費 有的編載業務費 所以照我們照我們上面 來這個部分我們就說要洞十分之一 那洞哪裡請你們的會計 就是就是他這個案原本的這個總數的行為 就是就是他這個案原本的這個總數的行為 那就洞結那個 洞結一般行政九千七百六十二萬三千元的十分之一 跟洞結另外一個執行業務的一千九百七十四萬五千元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是洞結一般行政的九千七百六十二萬三千元的十分之一 跟洞結執行業務費一千九百七十四萬五千元的十分之一 那就是提出完整的這個報告以後 現在是說統整的 用科目上比較大 好那接著我們現在看第六十四之一 六十四之一 哪一個 六十四之一 那看柯總召 一方面積極法辦民進黨執政時代之官員 這個 一方面卻對方 好不好 這個好像有一點這個 怎麼樣 是要策案的 好策案 好那六十四之三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冊 六十五冊這樣 對 好六十五冊了 那六十六 改成業務費 之前就有那個了嗎 那改成業務費 業務費之前就有凍結了 所以應該是 對 台北地檢 這台北地檢 這台北地檢 哇你怎麼給人家首長 剪一半這樣不要 這一樣就是我們凍結 凍結十分之一 就凍結業務費十分之一 欸可是我覺得應該要讓 那個檢察長 說明一下 不是啊 可是為什麼挑他們呢 你要講一些案件的理由出來啊 我覺得 好這個部分就是說那個 你不能說啊 因為錢金錢少 所以就不討論 你們有沒有人要問一下 或者是稍微給台北地檢 不是問跟答 我覺得要一個 比如說你三的理由說明一下 然後也給那個北檢檢察長 我們稍微回答一下 看有沒有道理 大家聽一下嘛